我们佛教中的放下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要 我们要什么 要多少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身体再大 但是我们需要的生命只是一个心脏而已 多余的脂肪只能会压迫人的心脏 多余的财富只能拖累人的心灵 所以多余的追求和幻想只会增加一个人生命的负担 希望我们学佛人放下沉重的欲望和过度的要求 我们要舍去执着还自己一片清静的天空 这才是学佛人的心态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